中情局总部有一面挂满了黑色五角星的大理石墙 一颗黑星代表一个在海外生死的情报官员 这些黑星中的第一颗名叫马克南 是以美国驻敌化县乌鲁木齐副总领事身份在华活动的间谍 1950年前后 马克南及其在中国发展的蝶匪势力 被我反间谍部门和军民坚决打击 最终覆没结束了危害我国的历史 美中情局看重的蝶材 马克南大学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 擅长无线电 气象学 摄影 有机化学等专业 并精通西班牙语 法语 德语 俄语等语言 马克南1942年加入美国陆军 从事气象研究 1944年至1946年 以美国陆军地时气象中队队员身份 赴中国新疆化执行秘密任务 他的谍材和经历很快被美中情局看重 并吸收其为日内间谍 在接受情报技术培训后 马克南开始执行间谍任务 在中国新疆大肆活动 马克南的对外身份 是美国驻迪化领事馆副总领事 他利用这层身份 一方面插手中国事务 在西北地区培植间谍和政治土匪势力 一方面利用新疆靠近苏联的地理优势 偷偷在新疆安装气压 地震 放射等情报监测设备 目的是探测苏联的原子弹情报 仓皇逃离新疆 殉命西藏 随着新疆得到解放 马克南仓皇撤离 但他不甘心就此离开中国 还想到西藏继续搞间谍活动 1950年3月 马克南带着随从 由新疆穿越沙漠 登上高原 进入藏区 马克南找不到能够稳定立足的地方 只能在藏区四处游荡 四击开展行动 4月29日 马克南一行 闯入当地一个牧民家中 随即被当地的武装民众发现 双方发生对峙 马克南蛮横不愿放下武器 与武装民众发生冲突 交火中 马克南极其贴身随从被击毙 其他人被俘 马克南的尸体随后被就地掩埋 就这样 马克南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 1947年成立后 第一个身死海外的情报官员 大理石墙上的第一颗黑星 残于叠匪势力 被一网打击 马克南在新疆期间 曾在我西北地区 豢养了大批间谍和政治土匪 给他们提供资金和武器支持 他在逃离新疆前 专门去面见了其中一个间谍头目 乌斯满 要求乌带着手下叠匪 继续和人民政府对抗 乌斯满聚集5000余土匪 在新疆 甘肃 青海交界地发动暴乱 四处截掠 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反间谍部门和军民武装 对乌斯满间谍匪帮 给予了坚决打击 1951年2月 乌斯满被抓获 1951年4月 经审判 乌斯满等间谍和匪首被处决 1952年7月 党中央太原亲赴新疆 处理乌斯满间谍匪帮的才余势力 一方面领导反间谍部门和军民 坚决打击顽固不化的叠匪首要分子 另一方面团结群众 恢复生产 从政治 经济 社会角度 消除叠匪存在的土壤 从根本上解决了美中情局 豢养的叠匪才余势力 有利挫败了美中情局的颠覆阴谋